当播澳门《市民日报》2022年4月13日 未宜放宽调控楼市辣椒 议员宋碧琦建议政府进一步调整金融 和房地产业政策 行政长官何一成回应说 如果现时放宽房地产业政策存在矛盾 因为目前经济差 加上楼市剩余的单位多为大户型 减辣会加剧本劳楼市声势 经评估后不考虑放松 并强调会保持本劳楼市健康发展 若现阶段放松有关政策 是不明智选择 亦非理好经济循环手段 只会加大各方压力 宋碧琦表示 两年来 特区政府一直将本劳的疫情防控得最好 亦十分积极开拓争取客源来傲 社会十分认同 和肯定这些工作 然而受外地和周边地区疫情的影响 再加上博彩业的深度调整 到满经济复苏的路 都仍是困难重重 面对当前的形势变化 澳门社会对发展的信心大受打击 他问及当前博彩业要等收法 那第二 第三经济支柱的金融业 和房地产业 特区政府会否进一步调整政策 以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稳定澳门经济的基本盘呢 何一成回应指出 去年房屋政策研究 发现市场除了残救楼宇空之外 其他未出售的都是私人发展商户 仍较大的单位 售价并不平 政府会是疫情过去后再研究 他提到 当年政府推出辣椒后 业主购买第二套房需加收5%的 取得印花税 购买第三套房 则加征百分之十税款 是希望限制楼价升幅 他又说 政府将拍卖土地 兴建适合本澳市场发展的私人房屋 同时会在招标文件中引渡建筑商 兴建中小户型单位 但不可以参照内地做法 以行政手段要求兴建D什么的户型 但特首相信开发商会留意本澳市场 调整策略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 由市民日报联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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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